我只知道 这边的角度是28 那我不知道说这个地方的长度为多少的时候 就是这个边的边长为多少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怎么做呢?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你用选的 比如说我用倒角,这个地方我给他a a之后他会问你说你的长度,你那个要变成倒角那个长度是 多少 那你可以用怎么样呢? 可以用选的,那选的方式的话你就选这一点 再选第二点 第一点到第二点,就会产生一个长度了 再来输入多少?输入28 28 Enter 28就是他的那个角度 Enter 然后再来就是用选的 第1个是他的长度 第2个是他的角度 你会发现他自己就会这一条线吗? 自己就帮你做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未知 长度的情况底下,你可以用选的 选那个边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不然的话你还要再旋转 那做法上都可以 只是说如果可以 用倒角的话,那就尽量不要旋转 或者你旋转之后还要再做好几个指令才可以完成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再试试看 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们也在看那个 75 75这一题基本上也不会太困难 主要是怎么样 学习用近射 那近射的话呢,他有这边跟这边 这边跟这边,因为你如果用环形阵列不行 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的 距离是不一样的,这边之间的是28 这边是10,24这边是18 然后就是你用近射做出来 做一个,然后近射 上面再近射一下 那这个正方形的部分 你必须要给他一个45度角 才有办法做出这个正方形 那这里该怎么做,我想各位也先 思考看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